大家好 中欧投资协议已经正式谈判结束 就等转化成法律文本 各国政府签字确认 有一些人会说 如果欧盟反悔了怎么办 这个不会反悔的 因为整个谈判的法律流程都已经走完了 今天下午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还有欧盟各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视频会议 彼此之间还有一些的分歧 但是通过这一次视频会议 分歧基本都解决了 有一些国家做出了一些让步 之前很多人说 中国为了促成这一次协议的达成 做了很多的让步 退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通过今天的视频会议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相反我们也看到 德国的总理默克尔是非常想促成这个协议的 默克尔做出的让步也是最大的 大体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默克尔的任期快了结束了 他做了接近20年的德国总理 在这个超长的政治生涯当中 要给自己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要给自己留下一些东西 因为默克尔在这个任期当中 尤其是难民问题等等 给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争议 如果中欧投资协议的谈判结束 日后呢 这个协议又能够对德国的前途命运 产生转折性的变化的话 那他日后毕竟在德国的历史上 有着浓厚重彩的一笔 所以默克尔是非常在意这个东西的 第二个 德国是欧洲的老大 也是欧盟的老大 事实上 美国在欧盟也有些小弟 譬如波兰等等 也一直对这个协议 采取了一些阻挠的做法等等 按照欧盟的原则 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 这个协议就通不过 那后来波兰为什么 对吧 改变了方式了 肯定是默克尔找波兰的相关的领导人 或者是代表谈话了 把工作做通了吗 虽然啊 很多事情看起来是一人一票的 但是在欧盟内部 对吧 这个话语权也是不同的 国家实力也是不同的 尤其是大家都有欧元了 各国家在欧洲央行的话语权也是不同的 这个也不详细说了 第三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一次新冠的影响 新冠不仅仅影响到了欧洲 也影响到了美国 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在阻挠的 但是啊 特朗普的阻挠显然不会成功的 因为特朗普和欧洲的关系 本身就是非常差的 拜登也想要阻挠 可是 对吧 经过这一次新冠 欧洲也能够看得到 美国已经外强中干了 目前确诊马上 对吧 就2000万了呀 而且死了30多万了 后续怎么走 继续印钱吗 这么印下去的话 美元的币值如何呀 如果不印钱的话 那更解决不了问题啊 所以 拜登即便上台的话 按照拜登的竞选中间 他要先控制新冠的 那如何控制啊 多长时间能够控制得了啊 还有这个疫苗等等 一大堆的烂糟的问题啊 短时间内 拜登能把美国的事 整明白就不错了 已经没有时间去顾及其他了 所以 欧盟也不会更多的去考虑美国的影响 因为美国已经不能再为欧盟做任何的事情了 所以之前德国的外长也说了 德国是有主权的呀 我们德国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做一些事情 不需要美国的干涉 这个还要说一下中国外交态度的转变吧 很多人的想法呀 没有转变过来 还抱有一种讨好似的 前几天 耿爽在联合国上就说了啊 别了德国代表 因为德国在 加拿大啊 或者孟晚舟等等一些烂糟的事上乱表态 所以耿爽呀 对他就没有好态度 看了一些评论呢 说这个时候啊 不要和德国起政治啊 中国投资协议要签啊 等等 这就是一种讨好事的心态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或者在职场当中 你会发现 你采取讨好事的心态呀 别人就不按你当回事 别人就看不上你 你一定要自身有实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 你自己有实力的时候 你还要亮明你的态度 让对方看到你的实力 这个时候你就无所畏惧啊 就像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一个宿舍里 偶尔你可能会碰到一个特别讨厌的人 你一直迁就他 他就蹬鼻子上脸 哪天你收拾收拾他 他就老实了 对德国呀 也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对澳大利亚等等 都是这个意思呀 讨好事的心态呀 是不行的 你容易丧失自我 也不容易坚持住自我 对方呢 也未必会把你当回事的啊 所以采取讨好事的心态呀 未必会带来投资协议的顺利的签订 那么第二个呢 这也是税王 联合盟友啊 围剿中国的政策的巨大的失败 他的盟友最主要的就是欧盟啊 但是呢 欧盟并没有听他的 而且在中欧投资协议签署之后 税王要想继续联合盟友的话呀 尤其是联合欧盟的话 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更大的 以前也说过啊 你要联合小弟的话 首先你要让利呀 国与国不是人一人 国家关系不能人格化 光靠嘴炮 让别人给你一哄而上 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呢 和英国脱欧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大英帝国呀 一直就是个嚼尸棍 没有了嚼尸棍 很多事情反而顺利了许多 对吧 所以英国脱欧了吗 这个事情啊 也变得顺利了很多啊 顺便插一句吧 这个英国啊 我觉得前途不是很好啊 首先英国的制造业 就是空心化的 而金融业 又和华尔街之间高度的重合 那其他的服务业等等 也没有太明显的优势啊 那英国未来如何走呢 而且之前英国 也尤其是伦敦的金融中心 他首先就是依托于欧盟的 然后是依托于大英帝国的 一些前殖民地等等啊 金融业一定是依托于 对吧 面积比较大的啊 交易比较频繁的 这些制造业等等 没有了大量的制造业 没有了大量的交易的话 金融业的存在啊 就是没有意义的呀 你不能自己玩啊 英国的金融 不能在英国范围内自己玩 同样的 英国脱欧了 欧盟的 不管是货物啊 还是其他的交易等等 对吧 他肯定要建立自己的金融系统 或者是金融城市啊 可能在巴黎 可能在法兰克福 也可能在柏林等等 他肯定不能再依赖英国的金融了呀 所以对英国来说啊 是一个比较大的打击啊 第四个呀 当年欧盟为什么要成立 对吧 最早的梅嘎共同体 后来的欧共体 一直到后来的欧盟 他有一个原则啊 大家不要忽略了 他一直认为多极化的世界 对欧盟是有利的 而欧盟也能够成为多极化 世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级 那目前啊 这个世界就三级 美国 欧盟 还有中国吗 如果欧盟跟在美国的屁股后边 一步一去的话 那多极化的世界 从何谈起啊 事实上啊 欧盟有多次要对抗美国的啊 譬如当年美国 为什么要打南内蒙啊 那不就是因为欧元吗 欧元野心勃勃的 要推出全球结算 要推出欧元的结算系统等等啊 所以欧盟和美国呀 有的时候是议题的 但很大的程度上呢 他又有非常的矛盾的 最后吧 就是美国呀 一直煽动啊 世界要去中国化 但是目前来看呀 这个世界啊 都在去美国化啊 呃 事实上啊 这个事情 对吧 真正注定变化 是从当年一带一路的提出啊 一带一路的提出 就意味着整个世界 要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那么世界大变局的前夜 大家都要赶着上车呀 为未来铺好道路 为未来搭好桥 如果上车晚了的话 损失的终究是自己 很多事情的发展 都是有机遇期的 机遇错过了 想再抓回来 就非常非常的难啊 呃 但是也要说一点吧 对吧 这个中欧投资协议啊 包括之前的RCEP 它是长期见效的 如果从长期看 它会改变整个世界的 改变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的等等 但是短期看啊 是很难见效的 尤其是在现在新冠疫情 这个情况下吧 烂糟糟的 对吧 所以短时间内啊 是很难见效的 而且目前呢 谈判达成 包括法律文本形成 那各国再去具体的实施呢 等等啊 都是需要时间的啊 呃 所以啊 也不要觉得马上签了 马上就要如何改变了 马上就要如何了 等等 这些事情啊 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 而且 对吧 这个一带一路啊 其实我们规划了好几条的线路啊 比如其中的一条线路 就是经过中亚 俄罗斯 一直到欧洲 这个就主要辐射的 就是俄罗斯和欧洲啊 第二个线路呢 就是经中亚 西亚 呃 到波斯湾 那么沿路辐射的是俄罗斯 伊朗 土耳其 还有欧盟等等 第三条线路啊 就是从中国出发 经过东南亚 南亚 以及印度洋 沿路辐射的 地缘政治力量啊 主要就是东盟各国 以及印度等等 这就是ICP嘛 当然印度目前还没有参加啊 我觉得印度早晚都要参加的 所以中国一带一路啊 对吧 主要整合的就是亚欧大陆 我们既有了ICP 啊 在南海这一圈 和东南亚 其实也包括澳大利亚 日韩等等 整合了起来 然后呢 又和俄罗斯整合了起来 同时 又通过啊 中国和非盟的合作论坛等等 把中非整合了起来 那么中非整合了起来呢 又能够辐射中东 对吧 又能够把俄罗斯啊 和欧盟等等 全部整合了起来啊 事实上前不久 中俄之间进行了通话 通话的主要内容就是 打通亚欧大陆 过去啊 这个美国确实是世界上 最强大的国家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但是美国的地缘位置注定 它是一个纯的海权国家 所以啊 美国的地理位置啊 既有优势 优势就是它远离 世界文明的中心 世界的文明中心啊 其实就是亚欧大陆 而亚欧大陆呢 又连接着非洲 对吧 连接着非洲啊 又能刮着大西洋等等 这里人口最多 市场已经最大 所以美国要维持它的统治啊 至少有10艘航母舰队 所以在美国强大的时候 它能够从亚欧大陆吸血 去维持它庞大的军事存在 对吧 这是它的地缘优势 而亚欧大陆要打美国 说实话 那个成本太高了啊 所以美国保证自己安全的成本 是非常高的 但是也因为美国远离亚欧大陆 需要庞大的海上的军事力量 那它要维持世界霸权 成本又非常的高 养了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 和星罗密布的这些军事基地啊 一旦它不能从亚欧大陆 吸取很大的血液的话 那这一些的军事存在 对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啊 这也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 地缘劣势 那么一旦亚欧大陆啊 整合了起来 美国将会迅速的边缘化的 美国的霸权也将会迅速的边缘化的 所以对吧 这个中欧投资协议啊 之后肯定会陆续签订 中欧的服务贸易 还有货物贸易的等等啊 本质上就是打通亚欧大陆 最终对吧 绕过美元的霸权啊 绕过美元的大水漫灌 让货币啊 回到它的实质 让货币更多的 为商品和货物的交易等等 提供便利 让世界的经济啊 发展的更加的健康啊 也发展的更加的便利 同时也因为二战之后 这个世界格局啊 是美国主导的 所以 整个世界的发展啊 是围绕着海泉开始的 既然围绕着海泉开始呢 那主要的城市和经济的发展重心啊 都是沿海嘛 围绕着海港等等啊 本身发展的是相对比较畸形的 所以对吧 譬如中国的内陆也好 还有很多的内陆国家 你比如说中亚啊 包括中东啊 包括很多等等 发展的是非常的畸形的 也引发了很多文明的冲突啊 地缘的冲突啊 有很多我们看着非常落后 原始野蛮的事情 但是 这一切的困境的背后归根结底 算来算去啊 都是经济的因素 而经济不能发展起来呢 是因为路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啊 所以对吧 我们要伟大的复兴啊 复兴是离不开唐朝的 但你看看唐朝 唐朝是路权为主的啊 而且这个路权对吧 往印度去啊 经过中亚往中东啊 一直到欧洲啊 等等 而且中国呀 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海陆复合性文明 其实我们看丝绸之路就知道了啊 有海上丝绸之路 也有陆上丝绸之路 中国呢 既有漫长的海岸线 也有广大的内陆地区 而广大的内陆地区呢 对吧 通过中亚也好 或者过中东也好 等等 也能够连接到欧洲 连接到世界文明最重要的两端 以前也说过南海啊 对吧 其实南海啊和地中海啊 这是两个相对应的文明圈 只不过地中海的文明圈 发展的比较早 开发的比较早啊 其实南海的文明圈啊 在有一段时间啊 发展的比较快啊 比如叫做南洋 对吧 南洋的那一圈 后来因为很多的原因吧 等等吧 走向了末路啊 那中国的阿菲一批等等 又会让南海这一圈啊 发展的更加快一些 这样的话 呃中国 对吧 既有了阿菲一批啊 又有了一带一路啊 又有了中欧之间的投资协定 包括后来的货物协定 贸易协定啊 等等 本者的目的呢 就是把亚欧大陆整合起来啊 让亚欧大陆呢 呃 变成真正的亚洲人和欧洲人的大陆啊 无论是经济发展 还是文明的繁荣等等 更多的依赖于自身的和自身的造血能力 而不是受制于远离亚欧大陆的北美 尤其是美国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录完了吧 总之啊 中欧投资协议呢 对日后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啊 尤其是对中国 但是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改变当中啊 不仅仅是亚欧投资协议啊 还有阿菲一批啊 一带一路啊 等等 它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了非常远景式的规划啊 所以中欧投资协议呢 呃 包括阿菲一批 包括一带一路等等 他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的改变是长期的 并不是短期的 并不是今天欠了 明天我们就要见到什么样什么样的效果等等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关注一下